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1月15日,星期六 这个视频呢,我跟大家聊一下呢,关于中国这个冬奥会 冬奥会呢,2月8号开幕,对吧 但是呢,现在有一些地方已经是开放了 可能有一些运动员会提前已经到了现场 可能在那儿进行一些预热呀,训练呀 尤其是一些记者,想到中国去采访冬奥会的这些 那些完成了一些手续的一些记者呢,已经到了冬奥会那儿了 他们呢,应该是住在专门为他们设置的这个记者的地方 他们有住的地方啊,活动的地方啊,工作的地方啊 还有呢,重要的是他们吃饭的地方 今天,我就是想跟大家呢,分享一个 就从昨天,也不是很早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吧 有好几个网友,都给我发了同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就是 先期到了冬奥会现场的记者呢 就被中国这个冬奥会的设施啊,给傻了眼了 怎么傻了眼了呢,我一会儿再说啊 现在呢,我想说一个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网友啊,他今天就给我 其实呢,从昨天的时候 就有网友来跟我反映 就是关于中国郑州许昌市公安局 抓捕了金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区域负责人张某东的这件事情 我不是专门做了一个视频来说这件事情吗 然后我就说呢,张某东被抓了因为涉嫌投毒 然后呢,我就在讨论 因为中国国内呢,是在司马达的带领之下啊 把矛头就指向了联想集团的那个老板 而国外的媒体呢,一概都 知字不提 只攻击钟南山 然后我那个视频呢,就对这件事情 进行了一架评论 如果你问我 在联想的老板和钟南山之间 他们两个谁的可能性比较大的话呢 然后我就是说呢,钟南山不会 联想的有可能 但是呢,我也不认为 如果是假如跟他们有关的话呢 我也不认为这些人就是背后的主谋 这里面背后是有人的 是谁 我认为是比较明显了 但是呢,当时我那视频做了以后呢 有的人就给我提出来啊 说残梅 人家国内的公安局可没说是投毒 并没有用投毒这两个字 你不要去看法广的报道 你要看原文 我就是看原文的 我就是看原文 法广呢,确实是用了投毒这两个字 但是呢,我看的原文呢,就是警方的那个通报 还有的网友就是不了解 网友就是说呢,这是谣言 这肯定是谣言,不可能有这事 我当时在这视频已经说了 确实是有警方的通报 警方的通报我也看了 警方的通报呢 那个原文我也给大家读了 那是一句话 他就说呢,实施了 就这个张某东呢 他实施了引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传播的行为 那这是什么,这不是投毒吗 所以呢,当时我就认为 法广说用投毒这两个字呢 好像也不过分 因为你实施了引起病毒传播的行为 那是什么 那还有什么行为能引起病毒传播呢 是不是,我当时呢就做了一些分析 如果只是毒职啊 不小心啊 工作不严谨啊 这些事情还能抓他们 又不可能抓他呀 那既然是抓就有一个故意 而且这个故意呢 还挺恶劣的才会抓他们 我当时呢是这么分析的 我没有想投毒两个字 到底是有没有可能 还会不可能吗 我当时就没有想 但是既然是呢 有网友留言 然后呢到今天还有一个网友呢 比较跟我较真 就是说呢 你不应该这样 你应该纠正一下 因为中国的官员局 根本就没有用投毒两个字 你就不能用投毒两字 你可以说他原文的那种说法 但是你不可以用投毒的两字 所以呢我就在这儿 郑重的特意的来声明一下 我呢并不是说非得只认这个人呢 他就是投毒 只是呢从这个字面上 我来理解呢 觉得好像这就是投毒 然后再联想呢 我一直认为某国具有投毒的这种故意 所以呢他们有可能是干了这种事情 那我现在呢就纠正一下 中国的这个公安机关呢 在这个通报里面 并没有用投毒这两个字 并没有 而且呢这个公司还做了一个声明 声明说呢 大家所猜测的那些行为呢 一概都没有 其中就包括投毒 这是一概都没有的 保留追究 谁如果恶意造谣的这种权利 所以呢 为了给我自己别给我自己引起麻烦 好像我恶意对他们造谣似的 没有没有 没有 就是呢 这公安机关用语里头 感觉好像那么理解也没有错 但是呢 我现在收回 我现在收回 首先呢是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咱们说点开心的 就是这个冬奥会 这个视频是什么呢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有好几个网友给我发 这同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就是我刚才不是已经介绍了吗 有一些人就提前就进驻了 那就包括呢 这些记者呢 他们就进驻了 他进驻之后呢 这个视频呢 就展示的就是他们去吃饭 去吃饭 这里头 你知道吗 包括这个门口接待 包括点餐 包括送菜 包括收盘子 包括结账 包括厨房里面炒菜的 那所有的吧 就这里面呢 除了你进来吃饭的这些人以外 没有人啊 一个人都没有 这些记者呢都傻了 全都举着手机 就跟那拍 跟那拍了很多的这个视频 他们真的是傻眼了 没见过这样的 那他们一进门的时候呢 就会嘟嘟嘟嘟嘟嘟 就就来了一个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呢 并不是咱们传统上说的呢 就是长的一个 是一个人形 有个脑袋 有两个眼睛 有一个嘴巴 然后还有四肢 还有腿 不是那样的 就相当于是说呢 有一个小桌子似的 上面有一个跟iPad似的那个东西 然后嘟嘟嘟嘟嘟就来了 然后呢 他也会说话 欢迎你来用餐呀 什么之类的 完了以后呢 会给你交代一点东西 如果你没戴口罩的话呢 他会告诉你说 请你戴上口罩 之类的 欢迎一下 那你就进来了 就把这记者呢 就进来了 进来以后呢 然后就是点餐 点餐 好 就在那上面就点餐 有哪些选择 然后就点餐 点完了以后呢 会告诉人说 你就到你的桌子那去等着吧 比如说 让你到十号桌去等着 然后呢 你就去了这个十号桌 你到十号桌呢 你就坐下来 然后你就跟那等着 好 等着什么时候呢 就从那个天花板上啊 那天花板那儿 啪 就打开了 然后呢 就有一个 那个跟吊灯似的 呜呜呜呜 就下来了 下来以后呢 底下那儿就有一个托盘 那上面呢 就有一盘餐 就是你点的那餐 比如说你点一个十斤炒饭 比如说啊 然后你就会看到 哎 上面有一个盘 里面有一盘 这个十斤炒饭 啊 是十号桌的 不会错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个十斤炒饭 拿下来 然后放在桌上 你就用餐就好了 那这个东西 呜呜呜 然后就又升上去了 那你就吃 对不对 等你吃完了以后呢 就会给你一个账单 然后呢 你就付钱 付完钱以后呢 你就走人就行了 然后在这个视频里面 还演示了一个什么呢 就给你看这个厨房里头 那个厨房就是透明的 里面呢 就有各种的配菜呀 还有那个炒锅呀 它有那种 那个锅呢 是一个封闭的 我小时候呢 反正有那种 爆米花的那个机器 爆米花就是一个圆的 然后呢 这里面呢 会在火上转呀转 转呀转 到最后加热好了以后呢 有一个机关一开 然后呢 头上就打开 蹦一下就出来了 你那些爆米花对吧 那这个东西呢 也是 那里面就有机器人了 比如说你点的这个 十斤炒饭 那十斤炒饭呢 就包括有米饭吧 还有一些原料 甭管是有什么原料吧 这个机器人呢 有人点十号桌 有一个人点了十斤炒饭 然后那机器人呢 他就会去取那个米饭 乘两碗米饭 然后呢 乘那个原料 然后也都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呢 就往那里头 嘟嘟嘟嘟嘟嘟 就倒到那天 倒进去以后呢 然后一合 然后就进行操作 操作完了以后呢 一打开 十斤炒饭就炒好了 然后倒到那盘里面 然后拿那个盘呢 就放到那个上面 那个东西就会 然后就传走了 通过它那个系统 传传 然后到十号桌的上面 然后下来 然后一十号桌就拿到了 就这么一个过程 整个的这里面呢 是没有人的 没有一个人 包括厨师 都是机器人 全都是无人的 这么一个餐厅 这是这个冬奥会 我估计在中国哈 像这样的餐厅 冬奥会这不是第一家 我早就在之前 我已经听说了 中国有这样的餐厅 中国还有那个 无人超市呢 就是无人这个 无人那个 就实现用机器人来 那个都实现了 以前还记得那个谁 大强子 刘强东 曾经就说过 那回他就说呢 将来呢 就都用机器人 机器人比人的好处呢 就是省得很多的麻烦 不会跟你之间产生纠纷 员工和老板之间 不会产生纠纷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 那现在呢 中国呢 自从去年搞了 第多少次人工普查以后呢 就显示中国的人口增长放缓 人口增长的现在呢 就很少 就是说中国未来呢 也进入了人口的老龄化 美国呀 以及西方的媒体呢 也经常炒作这个问题 说中国呢 进入了老龄化 老龄化呢 是中国将来的问题 年轻人呢 都不生孩子了 中国呢 将来 这个社会呢 会因为这个社会负担 而崩溃 就又来了 中国崩溃论嘛 我认为呢 就是像这样的社会问题呢 会不断的出现社会问题 然后你人是干什么的呀 人是遇到问题 解决问题呀 对不对 那就鄙视了 看哪个政府招多了 哪国人招多 哪国人聪明 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呢 中国现在 说实在的 还没有出现呢 还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之前最明显的 最早的面临老龄化的 就是日本 对不对 然后就是什么美国呀 就是西方的这些国家 都是老龄化 明明他们自己 也有这些问题 而且他们这些问题 已经这么多年了 那中国刚刚有这个苗头呢 他们说 哈哈 中国现在有这些问题了 等着死吧 你死去吧 中国 对吧 崩溃论 就出来了 好 这个解决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不就出现了吗 对不对 没有人 怎么办 机器人 机器人 用机器人 用这种自动化的东西 来取代人 人就跟那想福就行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呢 学政治的时候啊 我们就憧憬说实现共产主义啊 我们这个共产党的一个远大理想呢 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 什么是共产主义呢 说共产主义呢 劳动是人们的第一需要 物质极大丰富 社会没有了矛盾 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 不可能 谁不想玩啊 谁不想玩 谁想去劳动啊 对不对 怎么可能劳动是第一需要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 可能 因为我们没有当时好 你想想将来 如果都是机器人跟着劳动了 人也不可能就天天的混吃等死 对不对 你也会有一些爱好吗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 中国 他有一些老年人 他退休了 有的退休早 有的退休晚 对吧 你看中国老年人 有很多老年人 他就喜欢干什么呀 他就喜欢种餐 有的呢 子女 或者是他本人 挣了好多钱 对吧 他就喜欢呢 买大房子 尤其是到了国外以后呢 如果是跟着子女 到了国外以后 子女买了大house 然后有一个后院 多少咱们的老年人 到了国外以后 就在那后院 就开辟出来了菜园子 就种这个菜园子 你种那个菜园子 是指着他吗 指着他发家致富吗 是说为了省钱吗 据说是 如果你种那个菜园子的话 你并不省钱 好多子女就说 哎呀不要干了 那玩意更费钱 你到超市里面 去买才多少钱啊 然后你一天到晚 嘀咕这东西 不是 不是为了省钱 也更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劳动成为 他们的第一需要了 将来如果全都是 机器人的话 劳动会成为人们的 第一需要的 那时候我还跟政治老师 就争论 说那个物质极大丰富 人们不会为物质争抢 然后我还说不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 谁不爱吃红烧肉啊 你知道吗 谁不爱吃红烧肉啊 我只要吃油条包子 我不要吃那地瓜呀 还有窝头 我不要吃那个 谁要吃那个呀 那就是呢 生活真的是没有到那个程度 像我小的时候 那会儿的生活还不好 所以呢 那种物质条件就限制了 人的这种思维 限制了人的想象 那现在呢 对吧 现在真的是 我们的物质不是说 到了共产主义那种极大的丰富 但是呢 已经是丰富了呀 我妈每天 她就要吃那些粗粮 她并不去吃这些细粮 这些所谓 以前我们认为非常好的东西 被好多人所摒弃 认为不健康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将来的生活呢 真的是有的时候 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 那这一次呢 这些外国的记者 他们到冬奥会这里来呢 去见识了这个无人餐厅 然后就给他们打开了眼界 他就觉得哇 还有这些东西啊 真是想都没有想到 在那个视频里面 我们就看 那个东西 下来的时候呢 那些记者全都是拿着手机 跟着拍 拍完了以后呢 给他家里面的人看一看 对不对 你看我在中国 真的是开眼了 家里面人呢 可能也说 哇 这是我儿子拍的 或者这是我女儿拍的 这是真的啊 不要以为说 这是用软件做出来的 那美国呢 五眼联盟对吧 澳大利亚也宣布说 不会派官员到中国去 你爱去不去 谁求着你去了吗 谁不来 是谁的损失 更何况呢 美国不是说 18个官员 申请签证要到中国吗 这事不知道 到最后怎么解决的 1989 就是中国就是跟他就谈好了 哎 我给你 你不要到我这儿来捣乱啊 对吧 中国也没公布 他们的糗事 对不对 中国人就是什么呢 以德抱怨 德饶人处且饶人 不让人难堪 这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的非常的大度 以德抱怨 以德服人 但是呢 我看到美国呢 有的议员 就那个Rubial 还有其他的人 就是说呢 哎 到了中国以后啊 不要带着手机到中国 带着手机到中国 中国呢 就黑掉你的手机 就掌握你的个人信息 我说中国掌握你的个人信息干嘛呀 为什么要掌握你的个人信息啊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Rubial还说什么 说因为冬奥会期间呀 人们都要用数字人民币 说这就是一个陷阱啊 用数字人民币 你就得用他的那个APP 你要用他的APP的啊 好 你就被中国控制了 这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一个是这个Rubial这样的人呢 这样的议员呢 黑心 黑心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 他的精力 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他那个智商啊 他永远也搞不懂 这些科技的东西是怎么回事 总之呢 一句话 就是呢 你这次来参加中国的冬奥会 你就开了眼了 我现在呢 我都想象不出了 还有哪一些东西 是能让他们开眼的 反正总之呢 会让他们开眼 就跟2008年的奥运会一样 那些到北京去参加2008年奥运会的那些人 哇 在中国很多的事情都让他们叹为观止 那这一次呢 应该更是让他们开眼 让他们叹为观止 谁不去 是你的损失 不是中国的损失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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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